早先吃今天roll,結婚,沒有小孩 他做什麼事情? 他就在車站前面賣玫瑰花 他弄著他的倫理 就拿著一件玫瑰花就賣花 賣花間一些潛在 他還可以養家 所以這是一個很、很辛苦的 賣花的,一個Florida的人 那他賣的花可以養家 可以帶小孩 但是呢不能買房子 因為他就趕不齊房子 他就只能租房屋 可是家裡也維持得不錯 那整個佛羅里達那個附近的人都認識他 因為他每天都在車站旁邊賣玫瑰花這樣 那有一年冬天 那個警察局 他們每一年在聖誕節的時候 都會舉行禪款 義賣慈善的捐款 那個有一個警察就提議說 我們要不要我們今年就來幫這個先生 看能不能募到一點房子 他們就警察局就發起這個職善 你知道佛羅里達房子不貴 我不像洛杉磯 他們一下就募不夠的錢 為什麼要幫他買房子知道嗎 因為他租的房子是他孤方便用的 那個電燈的開關太高 那個時候還沒有所謂Hedicates Accessible的房子 就是說你看看所有的考慮到殘障人士的 所有你看現在電梯 電梯一定有兩個開關 一個是我們可以按的 一個是很低的 那個不是被寫懷走人 那個就是給那個做輪移的 他可以按 那個叫做Handicap Accessible 另外裡面不能有樓梯 還有一般人的廁所 輪移是進不去的 為了節省空間 他那個門要拆開 他要那個比較大的 那個輪移可以回去等等 像那些是特別 做輪移的他需要的 所以他們幫他募告足夠的錢 是幫他蓋一棟房子 因為一般在市面上買個房子是 買的他也不方便跟他租人家房 但是讓他可以比較舒服的 可以自主的 不要什麼都讓人家幫忙的 這樣子 結果真的是 就幫他 突然募告十四萬 還是十幾萬的 忘掉 募告一筆錢 就幫他蓋了一棟 這樣子 沒有樓梯的 沒有二樓的 一樓的 叫Handicap Housing 請問 對這個 MiltonMakana來講 那 十四萬美金 有沒有幫他買到幸福 有沒有幫他買到幸福 有還是沒有 當然有 本來很不方便 現在本來要租房屋 現在是住自己的房屋 而且所有的設備都是 他不需要拜託大家幫忙 都自己可以 就好像他沒有殘障一樣 哇 這個真的是 所以如果你說 台戶不能買到幸福 這是騙人的 對這個MiltonMakana來講 真的那一批當地的警察 波波 真的是他們捐了錢 幫他買到一個很幸福 全家都很感激 那一次這樣 所以金錢跟幸福是有關係的 那當我們這樣做前提開始講以後呢 到底幸福跟快樂是一樣還不一樣 這個我們要講這個問題 快樂 幸福 英文是不一樣 一個叫precier 一個叫hypiness 我們現在講的是幸福 hypiness 他們不一樣在哪裡 什麼叫做快樂 那什麼叫做幸福呢 當你有需要 當你有需要 你有欲望 有人 或是你自己 讓你的需要跟滿 欲望得到滿足 你有那種知覺認知的時候 產生一種比較短暫的快樂的感覺 這個是快樂 注意聽 這個是那個operation definition 這是你要做研究的時候 必須要講很清楚 到底是什麼什麼 不是講快樂 這是兩個字 這是need and desire 英文來講 就是你的需要跟你的需要 欲望跟需要是不一樣 需要比較少 欲望比較多 欲望可以無窮 但是需要是 你的肚子一餐差不多三碗半 差不多就好了 但是你可能會想吃的是更多 台語叫做水飽滿足夭 對不對 那個滿足夭那個就是慾望 水飽那個就是需要 你的肚子就是這麼大 對不對 就算你當農夫 給你吃三碗碰好 也會煩對不對 所以呢 不管是需要也好 是慾望也好 當你的那種滿足的那個感覺 那種感覺他們不會太久 就像你吃飽了 大概過四小時又餓了對不對 因為湯就過去 它有味道 它不是 它滿足就一直 它滿足 它滿足的時候很 覺得很舒服 可是它慢慢的就過去 所以 這個叫做 短暫的感覺 那 讓大家體會一下 那是什麼感覺 那我們就看這個 這是余天的需要跟希望得到滿足的時候 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嗯 聲音怎麼不同 它叫希望 你記得這首歌嗎 你記得這首歌嗎 我告訴自己 我告訴你 每天一定要堅持到底 走過漫天風上 感覺要就在那裡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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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擁有勇敢的天氣 那時間已管理 我都在笑裡 默默地鼓勵之間 希望就在眼前 感覺就在那裡 你看什麼 什麼叫快樂嗎 就是躲在沙漠裡 然後有一杯有放冰塊的冷水 一口喝下嘴巴那一刹那的感覺 那個叫做快樂 大家知道嗎 那這首歌你如果能體會 像現在這麼熱都沒有水 那很渴很渴的時候 那個就是有一個需要 有一個渴望 在那個時候不只是有一杯水 是有一杯有冰塊的那個冷水 當那個第一口放到嘴巴那個感覺 那個就叫做快樂 那個是很快喔 馬上就很快樂 那什麼叫幸福呢 幸福跟這個相關 可是不一樣 幸福是 Mana Teresa 在Kelkata 收攏一個快樂石的人 家裡面很窮 沒有人可以照顧他 他就把他收攏起來照顧他 他覺得他這樣做 心裡面覺得很有意思 很有價值 那個就叫做幸福 所以幸福跟快樂是不一樣的 幸福是價值跟意義得到實現的經驗評估 產生的比較長期的感情方式 那你們把這兩個放在一起 你就知道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是 財富跟幸福 不是財富跟快樂 所以幸福呢 它關心的是價值跟意義 Value and mean 我這樣做是有價值的 我這樣做是有意義的 當你做了這麼一個事情以後 裡面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那個就叫做幸福 那個感覺常常是比較久的 持得比較久的 所以呢 這個 這一個 如果用一句台灣話來講的話 應該叫做讚 那這個 應該叫做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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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是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讓你分得很清楚 兩個都很棒 兩個都很好 可是一個是爽 一個是讚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好 我們開始來想一想 關於財富跟幸福呢 我們有很多一般的想法 可是後來研究的結果發現不進來 那個我們叫做命 M-Y-T-H 叫做迷思 有好多好多 有好多好多 我今天舉四個 給大家分享 財富跟幸福呢 有四個迷思 第一個迷思就是 你想要的東西 你就可以得到 這樣的人 就是幸福的人 能夠買到 因為你有財務你才要換好 能夠買到 你一直想要的東西 那個時候 你就很幸福 那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小姐 叫Doris Duke 她的爸爸就是那個Duke 那個Duke大學捐款 Duke大學那個Duke 就是她爸爸 她爸爸是賣煙草跟賣那個店 所以是一個大戶好 娶了兩個老婆 全部才生她一個女兒 所以她是 最有錢的爸爸的獨生的女兒 換句話兩年 她要什麼就有什麼 她五歲的時候 她說爸爸說 我希望有一個魚缸 裡面有個金魚 她爸爸說沒問題 當她生日的時候 爸爸不是給她一個魚缸 給她一個魚牆 整座牆裡面都是魚缸 她二十歲的生日是爸爸 幫她買一架飛機 讓她一個人坐飛機 到掛火去玩一個月 你會想像 這樣難道不幸福嗎 你不敢想的 因為她爸爸 有的就是錢 所以只要這個女兒 提到說我要什麼 就知道了 可是當她後來 她後來婚姻也是 結了兩次婚禁 不是太愉快嗎 你有興趣 你可以到文官查那 她的 因為她後來她也很有錢 她老爸時候 有一半的錢捐給TG 都有一半的錢留給她 她用不完 她也做了很多慈善 因為實在是用不完 太多錢了 可是她沒有快樂 沒有幸福 真是很奇怪的 人家以為像這麼一個人 要什麼就有什麼 有人就在發現她 十幾歲的時候那個日記 因為她爸爸很怕 她被人家綁票啊 被什麼啊 所以她等於是 沒有辦法跟一般的孩子 她是一樣長大 她是被孤立的 知道嗎 出入都有保護的 所以她悶悶不樂 她沒有 不覺得她很幸福 她覺得生活過的人很幸福 所以 你說我要什麼就拿到 不很幸福嗎 那這個Doris會跟你說 不進來 不進來 她是要什麼都有什麼 可是她並沒有享受到 拿到那個東西 應該有那種快樂都是幸福的感覺 另外有一個人 她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她的名字有記不得 那有人就網路她說 你賺那麼多錢 在你的印象中 這一生 別人給你的禮物 哪一個是你最懷念 讓你感覺得到最高興 到現在還記得嗎 她的答案是 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爸爸跟我一起 在我們家後面 蓋了一棟Treehouse 你知道Treehouse嗎 美國小孩子都喜歡 找一棵樹 然後把一些木板訂一訂 比較有錢的人 會蓋得像黃子一樣 比較沒錢的就是 隨便蓋一些木頭啊 然後就是小孩子 當作那是黃子 就跑上去玩啊 玩開山啊 玩什麼桌米場啊 很多美國小孩 就是一直喜歡這個 那這一個呢 她的印象是這樣子 她說我爸爸是公的 沒什麼錢 我的同學 都有很漂亮的Treehouse 那個樹房子 我一直很希望有 可是我爸爸買不起 因為那個在 超商上面賣的那個Treehouse 很貴 一千塊 一千五百塊美金 我爸爸根本沒有辦法 可是我爸爸知道 我很想要一個Treehouse 我爸爸怎麼辦呢 他因為他都 所以他就儲蓄 他去買什麼 買人家拆掉舊房子 用不了的那個木料 然後不是去買新木板 就是人家拆王子以後 留下來那個舊的木板 那就一個禮拜想 一點就這樣買 買到夠的時候 當我有一年生日的時候 爸爸就跟我說 我們的木頭夠了 他給我的生日禮物就是那些 上面有一種釘子有什麼 那些木頭 跟我爸爸 然後我花了好多好多個下午 爸爸跟我一起 把那些已經釘的木頭 釘子拔出來 然後把它鋸好 擺好 我們兩個人就一釘一釘的 我跟我爸爸 花了好幾個禮拜六 然後把這個Treehouse蓋起來 他說這是我這一生 所拿到的禮物當中 最棒 好 你可以比較一下Doris 拿到他爸爸給他的禮物 比這一個先生拿到好很多 如果純粹從金錢的價格上來講 不同的是Doris除了拿到 那個金魚缸的價格以外 沒有別的 可是這個小孩 他拿到的不只是一個Treehouse 是爸爸為他省了很久留下來的錢 還有爸爸跟他花了很多禮拜六的下午 在那邊兩個人叮叮叮 一起叮房子 那個time spent together 那個固執兩個人 一起完成一個工作 那種爸爸叫他怎麼樣用槌子 那些東西是他附有的地方 那個不是金錢可以買的 所以你們想一想 所有做媽媽的 當你們的小女兒上課支援 第一次母親節 可以給你一張母親節的卡片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可是那個即使拿去賣沒有人要買的 看起來是不像 那個頭、手腳都不像 可是你還要講那是最寶貴的 因為那是你的寶貝女兒 第一次自己畫一張 你親節的卡片給我 在這裡就有兩個字大家可以想 一個叫做price 一個叫做value 現在知道什麼叫做意義跟價值嗎 剛才我講過幸福 是在意義跟價值 價值英文叫value value跟price不一樣 price是可以商品化的 在上面可以換個pack 這個東西我要賣5塊錢 那個是price 可是value是沒有辦法商品化的 因為value是裡面有個人的意義 個人的投入 個人的關係 讓你幸福的是value 不是price Doris拿到的是很高的price 可是對他來講 他爸爸可能很忙 因為大生命人 根本沒有時間陪他 所以他得到的東西裡面 沒有感覺到父親的愛 或是父親或是誰跟他在一起 那個帶來的price 可是這一個先生 他得到的東西跟Doris都不能 可是他其他那一些 那個是幸福的來源 所以記得 這些木頭也需要錢 所以不要想說沒有錢可以做事 沒有錢是外面做過的事 可是有錢不一定會帶來幸福 這樣了解嗎 因為我們的幸福 是需要錢才能夠做 可是錢以外還有一些 沒的東西在旁邊 所以從這一個故事 我們就會了解說 能買到HMAT的東西 是很好 可是呢 那個得到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關係在裡面 有沒有參與 有沒有愛的關係 這個是 錢再加上的那個附加的value 可能是那個給你幸福的感覺 那個錢本身可能還要重要 如果從這兩個相比來講 我們可以大概可以這樣來推 所以他的答案很簡單 他四十幾歲 人家一猛一猛 他說 就是我五歲的時候 我跟我爸爸一起搭的那個 那個是我這一生拿到的最寶貝 讓我覺得最快樂最幸福的一個禮物 就是這個Treehouse 可是算一算 可能美金可能是一百多塊錢 不是那麼多 可是對這個小孩來講 不得了 但是爸爸很辛辛苦苦 他儲蓄起來 再來一個 我們當中還在上班的 讓我看 目前還在上班 舉個手 你一半有沒有 有 還在上班 上班的人 如果你不是老闆 你一直希望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加薪 高興 最近看了電子報說 那個什麼 電子業 什麼 哪一家 說要加2.5%還是 台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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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還有 還有 所以算一算 說每一個員工 各一家都長 大家很高興 就是說你上班工作照做 可是錢呢 多起來 高興不高興 當然高興 這個跟幸福有關係嗎 第二個 是說錢照哪 可是不必工作 對不對 那個叫什麼 叫做休假 休假好嗎 好 就是說 就是說 薪水照哪 可是呢 不必工作 很多人都想說 如果 我可以去Hawai 這是Hawai 可以去那邊休假 不必工作 因為我足夠的錢 可以生活 那就應該很幸福 對不對 那 最好是永遠休假 這樣對不對 如果睡覺只有一個禮拜 一個月 他晚了又要上班 還不是又回去 最好是就一直休休 給他休假 休到死掉這樣 這樣 有一個人真的做到了 他 他很厲害 他是 他叫Berry Paul 這是真的人 他 他很聰明 他開那個補習班 開補習班 開得很好 所以他年薪二十幾歲就開始做 做到四十歲 他賺了錢 多到 他活三輩子都用不完 很多很多 然後他就做這個 因為開補習班很累 事情很多 他就說難道我還要一直賺錢下去嗎 我已經賺到 那麼多三輩子都用不完 難道我 不能有一點品質嗎 我的生活能不能有一點品質 就想說休假 他就說好 我決定要休假 而且是一直休下去 就是休到死為止 因為那些錢太多了 他老婆會很高興 哇 這個補習班的工作 就整個班都賣給人家 賣掉了 然後夫妻兩個到外 去買一棟別墅 他真的開始就這樣 四十歲 每一天就看著那個草尋爐啊 看著那個 漂亮的椰子影啊 樹影啊 椰子樹 椰子 兩個人就是 哇 他做那個什麼 吊船 那個樹樹下面 他大概放來放下 然後看隔了 哇 真的很舒服 可是兩個人都沒有上班 就是每天就是我看你看 然後就是吃東西啊 玩啊 看啊游泳啊這樣 結果不到一年 兩個人就越看越討厭了 然後開始吵架 一年還不到呢 跑到快要離婚 後來想一想這樣不是辦法 他就把 台灣那個別墅賣掉 他又跑到美國 再去買一家公司 他覺得還是有工作比較好 有工作也會休假還是休假 沒有工作的休假是地獄啊 所以他回去再買一個那個 運動器材的 那就再做 那你知道嗎 他買了這個公司以後 他做的就不是為了賺錢 他知道工作有那個目的 就是服務社會啊什麼啊 因為他錢賺夠了 他根本不在乎 賺錢不在乎 他要做覺得有價值 而且他每天吃什麼 不要每天到晚 就看著老婆兩個人 看著看去然後就會吵架 有工作 然後工作完回來 再看到老婆 就覺得老婆比較可愛 他就開始工作 那這裡有一個觀念 大家可以講就是說 工作難道那麼可惡嗎 那麼可放嗎 還是工作並不是那麼不好 在工作的情況下 我們能夠得到什麼好處 這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所以跟財務有關心 所以工作除了賺錢以外 是不是還有某些功能 我們平常沒有想到的 第三個 這一個先生 剛才我講的上班的人 就要兩個嘛 一個是休假一個就是調心嘛 對不對 心血調高一點我就很幸福啊 做同樣的工作 心血加倍好不好 當然好啊為什麼不好 好 如果你是大學生還沒有上班 那你決定要 畢業後要做哪一行的時候 你會不會以薪水來決定你要做什麼 一樣要上班 如果這個工作是一個月五萬塊 那個工作是三萬塊 你的能力可以做兩個 你會考慮五萬塊的嗎 還是考慮三萬塊 除了是水外 你還考慮給的東西嗎 還是薪水是最終的考慮 往中間當母母當你的孩子 要填大專志願的時候 你會看一看他填什麼嗎 你會給他建議嗎 其中每個月的可能期待收入 包括不包括在你考慮 勸他要考慮的裡面 應該都包括吧 可是他是絕對嗎 還是相對 他佔比重多少 那這一個 這一個先生 他就是這樣子 他叫Richard Westerfield 他媽 從小呢 爸爸媽媽呢 很在意給他 他們就相信一句話 我不知道那句話對不對 就是說 學醒的孩子不會變化 我不知道對不對 反正就是人家賣情的這樣廣告 所以爸爸就是主要讓他讀書 讓他學起 剛好他有音樂細胞 老師就喜歡他 教他 不過他音樂就學很多 學很多 功課也很好 他書文念得很好 然後他是念那個MBA 器官 畢業 大學畢業以後 就要決定要做什麼事 他說爸爸說 我還是覺得音樂比較好 我想要去專攻音樂 將來就是吃音樂的飯 我要做一個音樂家 他爸爸說音樂家很少 他常常都是死掉才成名 他生前都 通常一半 他說很可能 你看那麼多音樂家全世界有名的 就那麼幾個 那可是你到銀行家 你到銀行去的話 每一個薪水是一定的 那你好好去銀行工作 然後下班你就玩你的音樂 你要這麼玩都可以 音樂當戶業太晚 那工作應該是找 收入比較穩定 那個音樂那個 到時候吃不飽怎麼辦 這個 Richard 也很乖啊 他雖然很喜歡音樂 他不太喜歡算錢 可是他書文念得很好 也會算錢 他聽爸爸的話 他畢業以後 他就到銀行上班 他也是很快 因為他很認真 馬上就升到經理 薪水很好 可是他音樂年下班 但他真的是玩他的音樂 他後來學起 後來學指揮 學到那個教學給我們指揮 他老師很喜歡 覺得他很有天分 然後就一直跟老師這樣學學學學 學到有一次 那個老師又辦一次大的演奏會 然後呢 票都賣光了以後呢 忽然老師有已經滿長年度月 那這個就要決定了 一定會取消票跟遠江 還是水可以取代這個老師 把應該演出的時間要弄 那他去醫院看老師的時候 老師就跟他說 Richard 我所有的學生裡面 你是學得最好 雖然你不是專業 你是上班下班才來 可是你真的沒有天分 那我這次我需要很幫你 因為那個票都賣完 那取消大概會引起很大的 那月轉都準備好 就是指揮生病 你可以不可以幫老師 這是一個晚上去指揮 他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那個晚上是客串演出吧 那本來不是他啊 他就去 想不到 喔 第二天報紙真的很大 他說他那個指揮的指揮 比老師還要怕 大家都肯定他那個配分 真的是 哇 全職的人都在講他的名字 老師也是很高興 說我教這個學生真的是值得 好啦 他就幫老師助援嘛 幫老師 他指揮完就過去了 半年後 他的爸爸被診斷有癌症 那 送到醫院去 三個月後就過世了 過世了這個Richard就想很多 他爸爸很健康 突然就走了 所以想來想去 他就把他的孩子 把他太太找來說 Life is too short 那麼多多 不必玩多多 他說 我們的生命什麼時候要走 不知道 所以我如果不 我好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如果像我爸爸這樣的話 我會很厚 真的很想指揮 我也有指揮的才能 這一次也被證明說 我確實有那個能力 可是就是為了說 賺錢比較容易啊 比較穩定啊 我就把那個放在 遊戲這樣子 然後工作就這樣 那其實 其實我很喜歡誰 他就跟他老婆商量 想不到他老婆就同意 他的孩子也支持他 所以這個 這個Richard Westerfield 後來就變成一個 很有名的指揮家 他是一個改變 所以他 挑他的工作 就不是以薪水的多少 而是以他想要做的事情去做 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我們講一講 難道錢真的是最重要嗎 在你決定工作的時候 到底錢辦的角色是什麼 最後一個 錢 還可以給我們安全感 那個叫做 儲蓄 或是保險 我們為什麼要賺那麼多錢 為什麼要銀行還存那麼多錢 這是怕萬一 萬一出了事情 萬一生病 萬一出了意外的時候 錢才可以幫你度過難關 這個華人最知道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民主裡面 大概華人 最會儲蓄 而且都沒有華民黨 都放在那個名稱咖 我知道都是這樣 所以那個 在美國那個搶 搶到在搶很多 往華人家裡搶 每一次去一定 沒有一次說搶空的 搶空的 就是盡力什麼都拿不到 如果美國人搶 搶的時間搶不到一毛錢 因為他們都不夠 都是用Pretic Card在路 所以 都是卡門 美國人都不是卡門 家裡也沒錢 你搶到Pretic Card 那個都是現在的 可是華人呢 一定的 大膽的放一膽 膽不夠了 就放家裡 放枕頭下面 或是 所以 這是華人 很會除去啊 為什麼 安全嘛 真的沒有抓 那就靠這樣 車禍了 怎麼辦 有一對戶戶就是這樣 開車 讓人家車禍 腳都斷掉 還好他們有除去 就可以戶 我們現在就全面保險 就是有醫療保險 是保險或是除去 他們就住院 先生肥斷掉 包石膏 他們住了 差不多一個月 要住院 他們有鄰居嗎 鄰居跟他們很跳 鄰居就一直去看他 知道他們出院了 他們就偷偷的 到他家裡面 把他家裡面打掃 一個月不住人 那個 一直吸這樣 就是家裡面會很髒啊 很亂啊 他就把他弄得很乾淨 然後鄰居就躲起來 就當作都不在 即使是鄰居去幫他弄好 然後他們呼吸兩個人 一個坐輪椅 一個用拐杖 一個坐輪椅 一個用拐杖 一個用拐杖 就是從醫院回家 門一打開 哎呀 怎麼那麼乾淨 哇 水果 什麼花 哇 在裡面擺著好像有人在住一樣 怎麼可能我們兩個人 一個月都在醫院啊 然後鄰居才突然很從裡面 一下好 轉到美國人熊 你這個也就是 啊 啊 他很高興 這個時候 有人就問他們 問你們 問你們有什麼感想 他們就說 我們覺得 讓我們看到這個偷禍 讓我們覺得最幸福的 不是因為我們有儲蓄有錢 可以付醫療會 而是我們有那麼多 愛我們的鄰居 他們在意我們那個感覺 幫我們把家裡弄好 在一個月當中 幫我們拿信件 幫我們拿報紙 幫我們家裡的庭面 把草都割得好好的 然後弄得乾淨 他說這個是錢買不到的 好 這個不否認說 你車禍腳斷掉 需要選男人高到醫院 可是你要記得 你車禍腳斷掉 到醫院以外 你還需要很多別的東西 那個是錢買不到的 那個是你的鄰居 才知道 對不對 他會注意到 一個人車腳斷掉以後 除了錢交醫生以外 還有很多需要 那些需要是 有愛心的鄰居 會幫你注意到 會幫你打點 這個就是 廚蓄是很好 可是我們需要的 可能比廚蓄還多 好 那現在跟大家報告一些 學術研究 就是這一次 我 讀到的一些資料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們把 那個 聯合國的一些機構 的資料 還有美國 安全局的 美國安全局 不是只有美國的資料 他們有全世界的資料 全世界的什麼 生活指數啊 什麼的 很厲害 什麼資料都收集 這個學者 他有機會去拿到這些 全世界性的資料 然後他就去 他是psychology 就去做那個 我們叫meta analysis 這個東文怎麼說 不知道 就是說 OK 聯合國有這麼一個報告 很大喔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分析 他們的年收入多少 他們的幸福感多少 然後另外一個 怎麼 世界銀行 他貸款給那個窮國家 他也有每個國家的資料 他也去哪 看那邊的資料 然後美國安全局 那個 情報局的資料 他把這些很大的資料 他要把它統合 看整個看起來 全世界的這個 幸福感的排名是怎麼樣 那這個在網路上 如果你有興趣 上網都可以拿到這個資料喔 那 他是university of late system 這個學者叫 Adrian White Adrian White 他的他的研究報告 這個報告蠻有名的喔 所以他就把全世界的國家 用地圖畫起來 然後他們用統一的方法 去研究那個幸福感喔 排行法 排出來的是這樣子喔 綠色的是最高分的 就是幸福感最高的 其次是藍色的 再來是紫色的 然後再來是棕色的 然後再來是棕色的 最不幸福的是紅色的 這是他們研究的結果 然後就全世界就排行 從第一名 排到看一兩百名這樣子 每個國家都有 我們台灣也有喔 全部 我們台灣在中間啦 不高不低喔 每個國家很好玩喔 你注意看一看 最有錢的國家是美國 美國是第二名而已喔 他們在第二名 美國 英國 澳洲 德國 像這些最有錢的七大八大呢 結果都不上榜 都進不了綠色海洋榜喔 這個 金德綠色的 有一些國家 留下來的 這個是負擔 很窮很窮啊 真的是窮得不得上去 我都知道喔 那還有 還有那個 馬爾他這個也是很窮 很多貨喔 還有很小的 印尼是 紋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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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的 印尼是沒有 印尼是不太好 印尼跟台灣差不多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第一名喔 最高分有兩個 Denmark Denmark And Switzerland 這個 北歐式小國的那個 最小的那一個 這個是全世界 幸福港第一名喔 第二個就是瑞士 這也是在 在歐洲裡面 一個小一點的 這兩個是 排行榜第一名喔 他們 一樣 第二名就是兩個 歐斯利亞 不是Australia喔 Australia也是歐洲裡面的 一個小國 奧地利 還有 冰島 在靠去北京 那個冰島 居然他是 第二名的呢 冰島的人 是很辛苦啦 一連套走都是 在那麼 那麼誇張的地方喔 那我們都沒有聽過 他在爵士隊有什麼 出產啊 有什麼遊民的東西 可是他的幸福感是 第二名 你會相信嗎 好 再來有三個同分的 分敞跟對的 你看北歐啊 這很可怕 這北歐這四個小國啊 丹麥一個 芬蘭 瑞典 排進去 第三名 巴哈馬 這個也是 不是太有錢的國家 巴哈馬 這三個 第三名 第四名有五個 悟丹 悟丹 悟丹排進來的 悟丹是窮有名的 很窮很窮 可是他的幸福感是 排在這裡 所以 一段第四名啦 如果以台灣來講 這是文來 加拿大排進去的 這個有錢的國家大概 唯一這一個國家 排進去 艾爾蘭很好玩 英國是艾爾蘭那個比較窮的那個 不是蘇格蘭啊不是其他的 還有盧森堡 盧森堡是天主教的那個 鎖豬啊 這個也是很小的國家 好像新加坡一不給人 一小塊 可是他人民的那個 幸福感是很高的 這五個 第四名 第五名 你會想像嗎 Costarica 這個中美洲那個海島國 那個小小小的 很窮啊 瑪爾他也是很窮 瑪爾他在這裡小小的 那這個是荷蘭 荷蘭在這裡 那後面有那個 紐西蘭也有 有排到綠色 紐西蘭有 可是他沒有前十五名 這是前十五名 中國跟台灣 幸福感一樣 在中間啊 這是第三個 這個算中間啊 平均啊 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好 在中間 這個是不太好 蘇聯啊 然後埃及啊 這個是最不好 所以覺得最不幸福 是這樣子 那你看那個 那個中中有沒有 中中這裡大概都是屬於這裡的 那這是以前蘇聯的那些小國 好 那 非洲呢 非洲很可憐啊 大部分都在這邊嘛 所以窮還是 不會太幸福 但是有錢也不一定幸福 所以現在我們就有去啊 他們就開始就說 那是什麼回事啊 到底幸福感跟錢的關係 我們怎麼去瞭解啊 這個 當這個 data 這個資料一寫出來 而且當這個研究是 他們有研究最近五十年的比較 那五十年前的美國的幸福感 跟現在比 現在的美國的每一個人的那個財富 是五十年前的三倍 可是幸福感呢 挺不平 一點也沒有增加 那表示多賺的這兩倍都是白賺的 沒有比較幸福 就是錢多一點而已 這很奇怪 那為什麼呢 日本 英國 美國 這些國家 日本是四倍 日本 因為戰後很慘嘛 所以他那個衝得很快 他是以前的五十年 他是四倍 可是他幸福感也是平均的 這些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這幾年賺的錢 都沒有增加幸福感 所以 就引起這些學者 經濟學者 包括經濟學者 政治學者 心理學者很有趣 他們就去瞭解 到底那是什麼 為什麼這樣 好 那這個 這個先給你 就是說 幸福感跟年收入的關係 就是那個經濟學家 剛才看的那個資料 有一個心理學家 溫西人 他們就開始去研究 這個 雷雅 他就研究說 這個 如果我們用這樣畫 畫一個圖表 這是幸福感 這個東西 現在已經有標準的方法 你要怎麼去做研究 這個已經有方法 這個經濟學家 很多東西算出來 就是 他們叫 每人頭 每年 你年收入多少 就是說 你生長好額 然後扣掉你的成本 然後到底 你收入 收入多少 那那個收入跟幸福感的關係 他們研究的結果 這個結果很想玩 你應該把它記起來 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說 在很窮的時候 真的是 收入增加 幸福感的增加 而且是成正語 從很窮一直上來 是沒有錯 可是好像有一個 Clickle point 那個以後好像 看看姐姐 不會太鬆軟 就是 你錢再多 那個快樂幸福的感覺 上不去 表示錢的 錢的牟利到那裡為止 那個以後 他們就 有的哨子的低 就是平均點就是跟你這樣 那這個多少 就很興趣 你可以算 要不要猜 用美金算 一年一個人 收入多少錢的話 你已經到達 那個錢 能夠給你幸福的頂端 就是 你再多 你不要期待 會更幸福 幸福必須要 從別的地方來 因為錢就能到這裡 要不要猜猜看 差不多多少 一萬 好 還有嗎 這樣我們可以猜 猜猜看 美金啊 一年啊 年收入 差不多多少 就是基本生活的 大概都滿足了 你再多 都是奢侈品而已 2萬 2萬 5萬 蛤 3到4萬 3到4萬 好 所以1萬2萬3到4萬 還有沒有 3到4萬 10萬 10萬 10萬喔 10萬美金 300多 答案是這樣 1萬 多少 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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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的話 台幣多少 33萬 好 33萬 我們當中有沒有人 年收入 33萬 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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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少 squared 那這個是全世界 統計下來的 就是說 中國也好 印度也好 還是他們的那個 幸福感 突然說 computers 飛到那個以後 就發現 幸福感倒不上去 所以幸福感就平了 這是他們的研究 所以看起來 下一 71 ve 他們如果拼命再多轉一點 他會覺得幸福一點 就是說他基本生活的需要很 還不夠滿足 當然你會說不同的地區會不一樣 因為那個不同區的不一樣 就是因為那個整個 整個東西把它撥上去 所以裡面有很多經濟學者 他們會算 可是他們算了 就簡單一個reference給大家 就是說一年一萬美金的收入 如果你一家四口就要四萬 當然懂嗎 這是per capita 不是一家一萬喔 記得喔 這是per capita 每人每口 每口每年 所以你家五個人就應該是五萬 這樣懂嗎 這樣了解這個時候 不是你家喔 是美人 你家三個人就要三萬才夠 這是用美人來算 那這樣的話 你們可以知道說 台灣我們小的時候真的是窮 對不對 真的是 美國人第一點騙你們來 第一點我們就很高興 真的是很有幫助 那到現在呢 我們已經跟美國一樣 很多人都是進到那個之後 那個之後 幸福不是不能增加 可是不能靠錢增加 不能靠賺錢增加 可能是靠用錢來增加 那可能是錢怎麼用 他們就這些救 這個不是用個人 用國家 國家的平均人口 每人的年收入如果達到一萬的 那個國民的幸福感也就很好 那比一萬低的就不好 為什麼 因為大家賺一萬塊 大家交個稅 國家是靠大家交那個一萬塊那個所得稅 來經營這個國家對不對 那大家賺一萬塊 每一個人都有一萬塊交的稅 足夠讓國家來維持 這個國民生活的品質 讓他們有幸福感 所以並不是因為一萬塊本次會帶來幸福感 是因為一萬塊大家不逃稅 大家交個稅 讓政府有辦法把這個社會維持在某一種情形 他的情形就是在這裡 如果每一個人每一年都有一萬塊美金 而且好好的交稅 國家拿這些稅可以來做公共設施 正觀照顧 社會之安請警察 還有工作的機會 民生物資的流通 還有官員 大家經濟比較好就比較不會貪污 會貪污的場長是收入很低的國家 那官員會讓他自己的小孩 自己生活可以好 他只好用貪污來 來彌補他的薪水不夠 他們太低 所以這個也是讓大家生活不幸 但是他們 這個經濟學家跟政治學家 他們分析的結果 不是錢本身讓你幸福 而是錢本身讓政治家 可以拿這些稅金的錢 來改善整個生活的環境 是這個讓你幸福感 這個我覺得是蠻對的一個分析 不是只有錢這麼好 你有一萬塊你住在那個A社會的區域 每天出去都被人家綁掉 你會幸福嗎 你每天幸福都比不錯 對不對 好 一年給你20萬美金 可是你生病根本找不到醫院看病 要坐飛機才能夠 那你會幸福嗎 所以有很多那些不是你的錢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剛才我講的就是說你 你車禍了對不對 對 你有錢要有醫院啊 要有醫師啊 還要有鄰居 幫你把家裡弄好 不然你剛剛出院回來 家裡亂七八糟 草很長 警察開花餐 你一回來會幸福嗎 你有錢啊 你醫院錢都繳清了啊 我們要的比那個還要多嘛 就是那個整個生活品質 錢是很重要 但是有很多是錢以外的東西 那這個是他們看說錢以外 錢能夠如果能夠蓋來這個 錢能夠蓋來生活品質嗎 好 那我們來談心理學 剛剛我們談的是政治學跟經濟學 現在談心理學 每一個人的幸福感 既然一萬塊以上就沒有 那如果以上有的人還繼續上去 有的人不上去 那個差別在哪裡 這樣就有興趣到底 一個人同樣的處遇 兩個人都是同樣的收入 為什麼一個人覺得很幸福 另外一個人覺得不幸福 他們不同在哪裡 給你幸福的是什麼 好 這是一個psychology 或subjective warming 主觀的幸福的感覺的心理學的暴障 這件報告網路上也拿得到 這是雜誌的名字 2004年春天 公布的三個心理學者 他們一起研究 就是Robert Fishworth Deanna 還有Ed Deanna 跟Maya Camille 他們三個人 包括聊一篇相當詳細的 怎麼去研究幸福感 那個方法 最近研究的結構 所以也是一篇很好的 那個meta analysis 就是那個 這個怎麼說呢 他研究人家的研究 這個如果說50年 有這種一篇好的研究 你讀這一篇等你讀了這50年來 所有的人家的研究 他把它整理起來 像這樣的報告是很值得我們看 你就很輕鬆嘛 你不必去念那個 200篇300篇的研究 他幫你念完了 然後幫你整理出來說 重要的化學是什麼 他們之間的相關的 哪些研究是你不要看的 哪些是值得你看的 這些東西很有意思 這個是屬於這樣的一個研究 關導章的meta analysis 出來的話 那我把他的那個 重點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這個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個性跟幸福感有關 那我們的個性有多 我們那個 周星女生 你是什麼個性 其中有兩個個性 有一個是 有的話幸福感會加分 一個是有的話幸福感會後分 那這個呢 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樣關嗎 這個是 你老爸老媽在生理的時候 就已經在DNA給你了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 就是 天生下來 就是這樣 第一個 這個個性 就是外向 請問外向的比較幸福 還是內向的比較幸福 外向 外向 所以 一個人笑一笑一笑 看著人家被害害 那種幸福感就比較糟 然後看到了 你就不想跟人家講話 那個幸福感就會低 這個 這個 不完全是基因啦 可是基因是有關 這樣了解嗎 後退點有一點關 如果你說 我本來就是那一項怎麼辦 就逼自己 去多跟人家接觸 多跟人家講話 那幸福感會不會提前 這是他們得出的 這個滿有意思的 好 那麼哪一個是會掉下去的 內向放在這裡就好了 不要講了對不對 好 外向高內向就逼嘛 這個 有一個 有一個很好玩 要不要再再看 很有意思喔 它叫做 神經質 神經質 日本的叫做神經質 神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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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大人緊張兮兮的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啊 怎麼樣啊 這個人幸福感會低調 那種 神經質很大條 什麼都沒關係 那個幸福感會高 那很緊張 就不覺得有他糟糕了 一直有問題 那一人問 怎麼樣那個 緊張性的 神經質 神經 你知道嗎 那種妹妹 因為他一天到晚都在 遺經教堂 都在環繞這個環繞 但是他沒有時間去 覺得快樂嘛 也沒有時間去管別人嘛 因為他自己都管不了了 一大堆事情可以擔心嘛 換句話講就是說 如果有辦法練習 把自己神經質比較大條 你知道嗎 事情你怎麼也會過去啦 很少都不做會死的 你如果 不這樣想的話 能夠做做不能做 就讓他過去也沒有關係 那 我想要舉那個例子 比如說 媽媽如果 手斷掉了 以前媽媽都幫孩子 折棉被啊 弄家裡 孩子出去 家裡會弄得乾淨 輕鬆 現在 手斷掉了 包石膏 護膜被弄了 媽媽就要小孩 你自己要幾個 因為現在媽媽不能弄了嘛 對不對 我幫你弄這樣子 你那麼大的自己 折棉被 那小孩子就是 沒辦法啊 他就睡到剛好要 要上血才爬起來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弄 就跑掉了 這個媽媽就 對啊 不乖啊 你看你媽媽 手都斷了 就當然 關係不好緊張啊 罵啊什麼樣 其實你仔細想一想 那個棉被沒有折 根本 沒有什麼任由你講 你仔細想一想 真的耶 而且晚上睡到完後背 就鑽進去就好了 根本就 整個好好弄 還要再拉呢 你有沒有想過那個 那個好好鑽出來 那個洞還保持齁 搞不好還要很多暖啊 對不對 晚上回來 就進去就好些啊 都沒有想過那個好處 平常你喜歡弄的 跟當然沒有關係 那個不是缺點 但是你現在手都斷掉 小孩子不弄 沒有怎麼樣嘛 如果真的客人來了 是到底手斷掉 也有人會跟你笑 你手都斷掉 怎麼會說你走 可是有的人就不行耶 就 一定要折的一樣 不這樣 不吃不睡 你知道嗎 然後跟孩子 就沒完沒了 然後大家搞得 搞得 糟糕這樣 我只是隨便舉個例子 我對折的那邊 沒有特別的惡感 我當被你是折的人 很好 你可以想像 有多好多東西 在生活上都細節 你如果什麼都要照 你自己的 規定 要有辦法做的話 那麼你幸福感大概不會太好 每天到晚大家都在緊張 那個生活細節上面 在那邊 你知道嗎 那個 家裡是模範家庭 就是Motor House 你知道嗎 Motor House 就是那個廠商 可以給人家看的那種 結果小孩子嚇到都不敢回家 你們回家都哀嗎 一進門就哀嗎 你那麼脚 髒髒 包弄髒的 所以小孩子都只能從廚房後面 然後鞋子提起來 這樣捏到他的房間 那家裡面從來沒有小孩子的孝順 就沒有人趕回家 因為要保持那個Motor House 趕緊啊 怎麼樣啊 那這個 這個就是一點意思 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 去處理你的日常生活的情形 個性 這個 基因有關係 這個真的是 那個 Metal Vision是跟基因有關係 在基因裡面 當然 當然如果 醫學發展 基因可以治療的話 那你就去掛掛掏 把那個神經指換成一個 大型經驗 那就快活 還沒有在的時候 自己可以調整一下 如果自己說 我就不幸好 就遺傳到這個 就是神經指 你試試看 把他放輕鬆一點 還是過 真的 真的是 你試試看 你就直接想想說 這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沒有待著 然後慢慢怎麼樣 真的沒有人會死掉 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大家都很輕鬆 智慧激傳,智慧激傳就不是激傳 智慧激傳就是小時候 不知道不愉快的時候,你怎麼保護自己 我們有學很多方法,知道嗎? 那你用的智慧激傳,如果是比較神經質的智慧激傳 當然就會,神經質就會高 譬如說,常常都是用罵黑人來處理自己的不對 家裡的智慧,都是你罵 聽過那個笑話嗎?就是說 家裡面如果廚房有那個管疊破的聲音 你不必去看都知道是誰打破的 如果馬上人罵,那一定不是媽媽打破的 如果疊了就沒有聲音,你知道是媽媽打破的 都不必問,也不必去看 你就聽說,啪,然後還沒有聲音 你就讓他一定是,我們小朋友打破的 如果啪,你有什麼聲音都沒有? 那是媽媽打破的 那為什麼一樣打破,一個聲音那麼大 一個就沒有聲音,那個叫不公益嘛 那個媽媽要打破的,然後自己媽媽 這樣才對啊,罵得跟罵小孩一樣大聲 這樣才對啊 還是媽媽就不會這樣做,我從來沒有想到 那個是一個智慧,我想要的Defense 那個就不要怪基因齁 那個是,你怎麼處理一個不如意,處理一個錯誠 如果你任何打破都要挨罵的話 那你應該公平嘛,大家一起罵,連自己都罵 可是很少人會罵自己,就很奇怪 那種不罵自己,只罵別人,那個叫智慧,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一種智慧 讓自己覺得比較好,似乎一點 還有環境互動 就是說,如果你是娶到一個神經質的老婆 那你怎麼跟他互動? 他是你的環境嘛,他會影響你啊 所以兩個人互相怎麼樣去了解,怎麼樣去協調 怎麼樣去經營那個家庭 所以不是絕對說,我一個人如果怎麼樣去做心理之外 我是沒有神經,就是外向 那我就幸福不一定 因為我們是活在一個人的當中 那彼此的那個互動會影響嘛 所以這兩個東西是有這三個因素來影響他的 好,再來適應 這個適應研究很好玩喔 他們開始有興趣是那個 遮過那個脖子斷掉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說,腳趕在適不容易打 之後呢 就全攤,手腳都全攤 要綁在乎裡啊 你不綁的話身體都會垮下來那種 那種很器材的 大便小便的行為 什麼之外 都要靠人家 他們開始就是研究說 一個人如果正常的人 你知道車禍最可犯就是flip-lapse 那個脖子 我們那個 騎摩托車都要戴那個 安全帽有沒有 都要保護脖子 要到這邊 不是只有頭 就是要靠 那我們開車就沒有規定要戴這樣 那 現在好一點車 它的後面都很高 有沒有 這就是要保護這個 沒有到一般的車的座位 就是沒有那麼高嗎 碰一下 那個脖子 就是這樣一下喔 兩六 往前到往後 你的那個脊髓 那個好像鬥一樣 就被那個這樣 晃一下 要砍頭啦 你聽過嗎 頭是還在 沒有斷 可是裡面的脊髓是斷的 斷的那個很居然 不能動 就是沒有辦法吃 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就美定長 完全都要靠別人 那他們就去研究這樣的病人 他會不會一整齊齊慘慘的過一生 因為從那個開始以後 那個是不可能回復的 那個就是一生都要 他的整個生活都是不一樣的 那麼他那個幸福感怎麼樣 很妙 剛開始吃貨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大家都是覺得我活不下去啦 我要自殺啦 我活得沒有尊臉啦 對不對 都是這樣叫 可是你知道多久以後 他就好好的活呢 要不要猜猜看 多少時間 五年 還有沒有 半年 三年 半年 還有沒有 半年 三年 五年 很好玩 他們研究的結果 真的是嚇一跳 不太可能吧 他們研究的結果 他們沒有研究depression 沒有研究幸福感 就是說 覺得說我過得還好 這兩個月就恢復了 注意聽我下面講的話 不是只有脖子斷掉 你人生發生的任何影響你幸福感的事情 他的效果研究起來 都差不多兩個月了 知道嗎 如果你 不好意思 不要講你們了 如果你看看最近結婚 找到一個如花酥依的老娘 很幸福 你就知道說 和你祭草能夠為了 這樣玩嗎 這樣玩嗎 這樣了不得嗎 你這樣知道 什麼叫做會不會嗎 就是說 每天講好幸福好幸福這樣 兩個月了 所以蜜月是有道理的 沒有蜜年啦齁 就是 幸福就兩個月 不超過兩個月 這個很公平啦 不會說好得都一直好嘛 反正慢慢都會擺 很有意思喔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加薪 你的快樂也差不多兩個月這樣玩嗎 第一次拿到 哇 你看看 本來上個月才五萬塊 現在七萬塊 你給錢兩萬塊 喔 那什麼媽啊 什麼計畫對不對 那兩個月以後呢 你就習慣七萬塊的生活 知道嗎 你說那種話就沒有感覺了 其實你還是多兩萬塊啊 可是那個感覺不見了 我一開始有一點 是嗎 可是他們是Data講話 不是動嘴巴講的 他們是基礎 survey 基礎研究出來的 我覺得很會有一點早 純粹從impression 我們那時候研究 可能要三年嘛 對不對 就是 先生突然死掉 那種難過 要三年 可是幸福感只有兩個月 也就是說 很多月以後慢慢就覺得說 還好啦 心裡還是難過 現在講的是幸福感 了解嗎 就是只是說覺得說 我的生活真的還可以 那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評估起來說 那這個 就是說 所有的可以給你生活的改變 在裡面 生命事件給你的幸福感帶來的打擊 我們來講一次的觀看